大家好 我是嘉欣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节目 在我旁边的就是即将在4月15号完成正式上市的哈佛骁龙MAX 当然关于这辆哈佛骁龙MAX 我此前已经进行过抢先试驾了 但是为什么又要再次把它拿到手了呢 就是因为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想对它进行一个更加深度的试驾 当然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因为当时视频发布以后 很多网友都会问说 当时你的视频主要是以骁龙为主的试驾 所以说针对这辆骁龙MAX 当时仅仅是一个动态试驾的版本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再次的把它拿到了手里边 首先关于这辆哈佛骁龙MAX而言的话 它整体的尺寸是要比哈佛骁龙大一圈的 毕竟它的名字里边加了一个MAX嘛 所以说整体的车长是超过了4米75 接近4米76的一个成绩 而且它的轴距也是达到了2800毫米 所以说整体尺寸而言的话 不仅是要比哈佛骁龙大一圈 甚至要比哈佛H6都要大一些的 不仅如此 如果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 其实你针对这种传统的合资SUV来说的话 CRV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车型了嘛 但是如果你把它俩放在一起的话 那整体的尺寸也是要优于CRV的 所以说这辆哈佛骁龙MAX的实力是显而易见的 很强大的一个车型 所以从外观来看的话 它不仅是尺寸个头更大了 更多的是它在细节方面的一些体现 比如说它的中网造型 你能看到的就是相比于哈佛骁龙 它多了一些菱形的设计 看起来也是有这种进一步拉宽车头视觉的效果 同时两侧的这种七字形的大灯 也是能够为它提供一个更高的路上的辨识度 这点的话我是非常喜欢的 来到侧面以后你能感受到的就是它的车身线条 看起来力量感十足 同时呢我一直强调了看一辆车的侧眼美不美 先看轮毂啊 哈佛骁龙麦克的车型是全系标配19英寸轮毂的 至少从目前官方给到的两个车型版本来看的话 是这样的 同时呢它的轮胎尺寸是23555的尺寸 也是说明它针对舒适性是有一定取舍的 与此同时 在轮拱位置还增加这种黑色塑料的防刮条 也是进一步证明它有一些走烂路的能力 也是防止在走烂路的时候 这个指子直接打到这个车漆上面 对车漆进行一个损害的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也能看到设计师对于这辆车 是有着很高的一个追求的 毕竟现在大家对于出行有着更高的一个需求了 不是像以前咱们在城镇啊 或者是偶尔去个郊区 甚至有时候可能有人想要去野一把的这种感觉 毕竟这辆车是带了Hi-Four四驱系统的 同时它的前排是带了无钥匙进入功能的 这一点的话是哈佛骁龙不具备的 因为哈佛骁龙只有一个主驾驶车门的无钥匙进入 满到车位以后你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设计师是坚持了自己的设计理念的 他并没有采用这种贯穿式尾灯设计 这样的话也是让他在整个同价位的车型当中拥有一个独处一致的这种设计语言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当然重点是打开后备箱 打开尾箱门以后你能感受到就是它这个地台是非常平整的 同时上方有一个隐私盖板 对吧不需要就直接把它收回去 这个551升的日常容积 我觉得日常完全够用了 当然如果不够用的话 后排座椅是支持四六比例放到的 所以说大家完全不必担心整个储物空间啊 而且这个盖板打开以后你能看到的信息 就是一些日常的工具啊 比如说充气泵或者是它的充电线 好了 咱们现在去车内感受一下 坐在车内以后 整体的内饰风格是采用这种双拼色的搭配 与此同时呢 3块12.3英寸的屏幕直接把这个科技和豪华感就给你拉满了 而且这个座椅坐着真的是要比哈佛骁龙舒服啊 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啊 在我前方看的话 它这三块屏幕的细腻程度做的也是非常不错 整体UI界面包括使用起来的话 一点都不卡的 毕竟也是用了8155的芯片嘛 同时呢 这辆车搭载了最新一代的咖啡OS智能操作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说使用起来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同时副驾驶前方这块屏幕的话 对吧 日常你带着家人出行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路上看看剧啊什么的 这都是不错的一个休闲体验 而且再来夸一下的就是 它下方这一块有两个放手机的位置 但是呢 只有左侧是具备无线充电的 而且是50瓦的快充 下方还有一个散热的功能啊 这样的话也是保证了 它在快速充电的时候 你的手机发烫 这个原因就直接给你解决了 我觉得这一点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车带整体的这个2800毫米的轴距 真不是盖的啊 翘板狼腿包括头部空间一拳多 是非常宽大的乘坐体验的 同时呢 这个坐垫也是真的是够软 而且坐垫够长 对吧 整个反正坐着这个舒适度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啊 它这个后排还是支持靠背角度调节的 你看现在是正常的 往后 对吧 大概是接近五公分的一个调节啊 反正整体坐着很舒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节 而且呢 两个独立的出风口 同时下方还有Type-C和USB的接口啊 也是方便后排乘客进行充电的 这一点的话 它的配置和舒适程度 都是要全面领先于哈佛骁龙的 所以说整体的这个体验静态就到这啊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